向隔离拉酒店 在自助餐厅用机下人协助批量更换餐碟 在机下人正式投入服务之前 我们测试距走通各个地点 由厨房走到去接待处 除了迎宾 还好适合餐点展示 或者优惠活动宣传 走返回去厨房 可以批量回收都叉碗碟 去返食物区批量补充干净刀叉碗碟 在用餐区方便回收客人餐具 批量回收餐具 总成重去到40公斤 锁一锁锁锁就行得 手机摇距控制又得 设置在厨房 和回收待机点来回走动 无多余人流 厨房动线都变得智慧其利 有对头车的时候 会按优先次序通行 永远不会塞车 多机流畅协作 全场批量更换餐具 在自助餐厅 选择智能管理 实在太多好处啦 折省了成本和卖时间 比起传统的换碟流程 高效率很多 我推荐小二号餐饮机下人 给做餐厅的朋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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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